我們基本上從這個指揮監督的關係 從他們在這個薪酬的給付上 經濟的重屬性上來看 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初步先認定 他們有這個關係 北市勞檢處初步認定 肇事司機與碟戀花旅行社 為勞過關係 碟戀花旅行社賞英團 發生嚴重車禍 初步研判可能與司機過勞有關 週二勞動部更查出 司機與導遊都未投報勞報 甚至連雇主是誰都無法勸 證認 北市勞檢處週三上午 再次前往碟戀花旅行社進行勞動檢查 取得旅行社司機名冊及每日排班表 康幸的這個離載的駕駛 那它本身看起來是我們內部的 那個駕駛 內車 那他們是用車來綁人 就說這個駕駛 這個車號是歸屬哪一個駕駛 他們是這樣子在做排班的 經過資料比對及調查 北市勞檢處週三下午證實 雖然遊覽車靠航在有力通運 但車輛本身是碟戀花旅行社董事長周紀鴻的父親周筆倉左右 加上司機的薪資排班請假 都有碟戀花處理 因此認定碟戀花旅行社與趙氏康幸駕駛確實為勞固關係 那出車的費用是一天是1800 然後由領隊和駕駛員向團員收取費用之後 領隊和駕駛員領取現金 其餘的金額就是那些團費的部分最後就交還給點點花 他們要接受他們的排班 我們看到他的排班表 請假還要經過他們裡面 就是這個負責人的父親的同意才行 那這個如果沒有叫指揮監督 那請問什麼叫指揮監督 那從我們目前所得到的這些資訊和機證來看 我們基本上會初步判定認為 碟戀花旅行社應該有要付的雇主責任 至於旅行社是否應幫司機投保 以及司機有沒有超時工作的情況 都還要再進一步比對查證 相關資料也會送職安署調查 排班表我們沒有辦法透過檢查的正式程序取得的話 我們目前針對所謂的連續工作十幾天的那個部分 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做排班 生活中心 台北報導